每一张相片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诉说着海外侨胞与国家之间看不见的牵挂与连结 侨委会一年一度的金侨奖 每年都吸引来自五大洲 对影像创作有兴趣的侨胞及侨生参与 今年特别的是 不少参赛作品都在澳洲地区拍摄 澳洲昆士兰贸易暨投资办事处驻台代表戴维明 也特别出席之意 代表委员长吴欣欣主持仪式的副委员长田秋静 肯定所有参赛者的表现 98年开始设立 然后104年增加的照片组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吸引了来自五大洲 超过24个国家 160件的照片跟69件的短片作品参加 那今天我们有12部 非常精彩的片子 那我们代处长也非常期待 他可以赶快看到 那我们这个金桥奖 本来从98年办到现在 那这里面我们也出过 非常非常有名的导演 赵德映导演 赵德映导演 这个连续 这个这几年都得到非常多的大奖 他就是来自缅甸的这个侨生 金桥奖今年以世界华影为主题 从参赛作品中随处可见 华人在世界各地的点点滴滴 现场一一展示播放得奖作品 戴维明欣赏完所有得奖作品后 对于侨胞们丰沛的创作能量 以及爱国的情怀相当感动 今年照片组第一名是马来西亚流台乔生黄约瑟 所拍摄的第二个家 传递出与台湾土地连结的深厚情感 短片组则是澳洲台桥陈俊阳的 布袋的马拉松夺冠 内容记录2016年在黄金海岸 举行的国际马拉松大赛 台湾布袋系艺术家 化身官将手与慧 在世界运动舞台上宣扬国家文化 今天得这个奖是非常非常高兴 也很兴奋很荣幸 那我想会得这个奖 主要是因为这个故事感人 那也是这个也是当初我拍摄 这个影片的初衷 我希望把在海外 许多许多华侨 或是台湾人奋斗的故事 我可以一个一个的记录下来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在海外呢 是如何宣扬这个推广台湾文化 要等下飞机的时候 都会注意到那一面很大的国旗 然后觉得就是很漂亮 所以就把它拍下来 因为我来台湾也很久了 就是我来念书大概快八年了 对所以就是 这边已经就是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 各组加作奖项 由田副委员长 主任秘书张良明 以及戴维明一一代表颁赠 得奖者获得肯定也难言喜悦 透过奖项串起海外侨胞与国家情感 以影像说故事 增进对国家的认同 也让金桥奖的设立更加有意义 台湾宏观电视 陈林文中金刚台币 资本报道 发现有重点 添可能 是 砆